大家好 我是阿楓 今天我會教大家彈Sea All Star的樓下來的人的finger style 首先我們要教一下tuning 它並不是stelect tuning 而是dgdgad 我們開始彈的時候要記得tune好結他才開始彈 接下來我們會慢慢step by step go through 下這首歌比較重要的地方手指的安排 好 我們馬上就入正題了 一開始你看到這個3和這個4 其實裡面包含了一個slide的技術 就叫做滑鍵 你用你的三手指按住第三格 當你一彈到0的時候就迅速將它滑到第四格 好像滑過去的樣子 關於slide其實還有幾個combo的技巧 分別叫做hammer on pulling off 還有有dance 甚至slide等等的不同的技術 這裡我們稍後的其他章節 你們可以這樣看個別的chapter去練習 但現在這份譜來說 就是用三手指在第三格的slide過來 下一個小節 就用你的二手指 再做一次slide 好 大家看到這句耳 其實在我彈套譜的時候 我會選擇用一個反T T的意思 就是from 手指弓的意思 彈結他 很多時候特別彈鋼弦結他 我們會有一個技術 在低音弦的部分 我們會反T過來 幫忙壓住低音弦 從而令到你下面的四個手指 可以有更有效的分配 所以我們這下反T夾住了第六弦的2 跟著尾指 5 4 那這下再來一次 反T夾住了2 然後 尾指 跟著0 2 然後下面這下就是bar chord 一開始的 好了 彈完前奏 我們就一直落 然後就進入到first的部分 有一個6的這下 就用你的四手指 按了第六 然後 去到這裏講解完之後 其實整份譜 就不是說 整個first的部分 就不是特別困難 唯一我們可以再看一次第十四小節 這個6是會重新出現的 不過這次就會連同耳一起彈 所以這裏是會抹得比較辛苦一點 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 然後兩隻 看到嗎 然後 這一下之後 其他那些動作其實都是很接近的 所以也不是說很特別 那我們會跳到下一個重點 我們已經說了 好了 另一個重點 就是說這首歌裡面 就會有一個反音 反音在哪裏呢 就是剛剛進入了副歌的部分 我們會由第20小節彈起 用3三去4 去2 然後 跟前奏一樣 然後4 看到這個12呢 就要放開你的手指 用你的手指尾 跳過來的12格 做一下叫做 natural harmonic的動作 自然反音 彈的時候手指剛剛碰到12格 一碰到 一彈 就拿開手指 所以整個就是 這個就是自然反音 這樣 去到後面 9、9、10和9 這幾個音 你們可能都會以為 一定是bar chord 但是bar chord 你就會後面 這一個7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順 所以這裡呢 手指最好的按法 是會用兩隻 分別是第2手指 和第3手指 按住9、9 跟著 手指尾 跟著 三手指 然後bar chord 然後 回到低八位 然後呢 後面呢 都是很像的 好了 去到第26小節 就是 bar chord 來的 來的 剩下的那個9、9、9 可以用2、3、4手指去按 但當然也可以 bar chord 上來都沒有問題 然後再下 反T 然後 都是自然反音 來的 好了 outro的部分 那你會看到 那些手指 去了很多 是高霸位的 那我們呢 慢慢來 4、2、0 V、2、9、9 今次就用bar chord 好 4手指 剛剛按著12 彈一下之後 用滑弦的技術 拉回前兩格 甘實 向前拖兩格 然後 放 一手指 放開 出反個 bass 那見到11、11呢 就用bar chord 出反 出反14、12 Hold住這個形態 向前 所以 來多次 bar chord 還 弦 弦 bar chord 然後這兩隻手指 去反反同 然後 就收尾了 剩下 這一下自然反音 是第五格 比較難出聲的 大家要對準一點 放輕一點 然後 甚至乎做一下 我們叫做 apregio quick apregio的技術 利用低音 去到高音線 慢慢彈 就這樣完結它